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在菲律宾要担心小孩子走丢 是被拐走吗 我刚来菲律宾的时候是三年前 我小孩子还两岁多 那么我们这个小孩子肯定 就是看得很老的了 看得很紧的 就是到公园去玩 我老婆都是盯得很老的 他们本地人就看我们好像好奇怪 这小孩子要看得这么老 那个要盯得那么紧 他们小孩子就放在那里 让他们自己玩了 大人坐在那里聊聊天 好像很放松的 没有我们这样盯起来的 所以他们看我们好奇怪 还有我们来这里了 乌尼安这里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农村 农村的嘛 那个小孩子都是放在外面的 都是野生的嘛 这自然生长的 但我们还是要看老的 就盯得很紧的 哇他们就感觉 你们真的好奇怪哦 他们好像不能领解的 好另类哦 怎么样这个小孩子 要盯得这么老的 他那个房东那个老妈 老妈子啊 反正他老妈妈年纪有点大了 他说你们这个怎么保护得这么好的 这个属于过度保护了 他说我们不要看得这么紧的 哎呀我们就是 就是也是这个习惯了嘛 就是后面现在了时间久了 就慢慢的好像有点放松下来了 好像这里了我待了三年了 好像新闻上面从来没有说 孩子这里有听到他们这里的小孩啊 有走丢啊 还有那个什么被拐走啊 好像这种新闻从来没听说过 好像他们这里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所以现在我女儿到那个院子里面去玩 我们也不怎么看了 也就放松了哈 那他们这里为什么 他们小孩子不会走丢啊 不会被拐走呢 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呀 是不是他们这里是那个什么 就是我前几期不是讲过的吗 他们这里有个什么 父女儿童保护权益啊 什么是吧 保护得很好的啊 女孩子都不敢随意去招惹他们的啊 那那个小孩子也是 耿地也是这样保护得很好啊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还有没有就是那个 他们这里是信上帝的嘛 信那个天主教的嘛 天主教那好像呢 这个天主教里面说呢 这个小孩子呢 是上帝送来的礼物啊 他们就很信上帝的嘛 那上帝送来的礼物呢 你肯定不敢打万脑筋的了啊 是不是啊 肯定就是上帝的嘛 这个礼物啊 肯定是不好乱弄的啊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信教的这方面原因啊 还是就是他们这里啊 这个小孩子太多了啊 这小孩子他们这里了 反正就是三个小孩的是很普遍的 四五个小孩呢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他们这里小孩子太多了 所以你干嘛要生出这种歪脑筋啊 去管人家的小孩 如果你自己真的没小孩 你亲戚那里去 像我以前那个三坏那个啊 他去亲戚那里拿一个小孩过来 做做啊 干儿子什么的啊 很方便的嘛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我想啊 最主要的原因还就是 应该就是说他们这里小孩太多了啊 所以说大家都没小孩的就不会动这个脑筋啊 有可能是这样的 我想最主要的应该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菲律宾呢 就不用担心这个小孩子走丢或者被拐走 是这样的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